现代科技让家电拥有超乎想象的功能 也让家电变身成为机器人 不但是要够聪明而且还要够薄 维新科技就有针对的入门消费者 他们特别设计了这个超薄的扫地机器人 它的高度只有5公分 可以在家里面穿梭自如 同样也配备了有全角度的双侧刷 再加上它很特殊的轮胎设计 可以适用于家里任何材质的地面 所以现在维护居家环境的清爽干净 不需要再费力气了 没错 你没看错 就是这么薄 大部分扫地机器人进不去的地方 iCleaner R500轻松就进去了 这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机身只有5公分高 无论是床底 沙发或是矮跪下 只要不超过一颗3号电池的高度 R500都能轻松穿越 搭配智慧型双侧刷和吸力系统 灰尘 毛发 砸碎物都跑不掉 它的高度只有5公分 那我想很多家具大概就是6公分到15公分的高度 我们甚至在待会跟您分享一个部落格 那个部落格它自己用的是5.5公分的家具 这台机器自然可以跑进去 所以它利用这样的轻薄短小 而且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的友善 我想就是在大家可以负得起的价格里面 也提供这样的产品给大家 不然在以前这个机器人没有办法推广出去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般的这个价格都是太高 大概这个价位3000多 OK啦 对啊 唱一次权贵大概就不只这个买两台 R500的操作界面相当的精简 只要one touch就可以开始打扫 而且重量只有1.35公斤 所以搬来搬去就能轻松搬到想清扫的地方 而且R500和M800一样 底部没有一般吸尘器的刷子 维新强调 因为对吸力有信心 不需要靠刷子来辅助 也能够避免毛发粘在刷子上不好清理的问题 我们没有中间的一般现在你看到市面上的 都有一个主刷 一个卷轴的这个主刷 那因为呢 我们在做设计这个时候 我们有做一些调查 那发现呢 其实很多的feedback就是 在这个主刷上面很容易缠绕头发 那这个缠绕头发在含灰尘 然后在一些毛屑 事实上是很难清理的 对 那当你清理 它帮你跑你们家清干净之后 你要帮它清理 你可能要花个20分钟这样子 对 那又会弄灰头土脸 所以我们设计呢 就是很贴心的 也是没有这个中间的中刷 对 那我们就是有两边的这个刷子 让我们用超强的吸力 把这个灰尘头发统统集中在一起 R500配备了防掉落感应器 如果遇到阶梯 它会自动转向 不必担心它会掉下去 同样不必担心它会掉下去的 还有这台 铃海E-Clean机器人吸尘器 除了本身会随机转向之外 另外还配备了障碍感应器 遇到障碍物时 会自动减速4到1分之1 轻碰一下 确认是障碍物时就转向 避免对加剧造成破坏 环境障碍物的问题 那像我们来说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障碍物感应器 那它在你前方的时候 大概多远的距离它就会侦测到 侦测到以后呢 它会减速 减速大概到它原来速度的 4分之1到5分之1左右的速度 那我们讲的就是soft touch 所以它当它到那个距离 它轻轻地碰触了以后 它就会转向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就是碰撞的过程当中 可以接近这个家具区域的章 还可以轻入得到 然后soft touch以后 不会影响到你高贵的家具 这台e-clean机器人吸尘器 能够获得台湾精品奖的殊荣 也有不少厉害之处 它有五种清洁模式 可以针对家中不同的环境 选择使用 多角形螺旋行走模式 专为家具摆放不规则地面而设计 让清扫的范围更广 随机行走模式 可以移动到其他的清洁区域 S型模式可以针对狭长的地形清洁 而遇到很脏的地方 就祭出最厉害的清洁法 一般木材来说 它基本上有几种清洁模式 比方说岩墙模式 S型 或者是它有个乱数 那这些等等的方式呢 其实都是用交错的方式 帮你协助清洁地面的灰尘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功能叫spot spot就是说 当它走到某个区域 那区域它侦测到 灰尘量特别大的时候 它真的会 就是因为它重点清洁区域 它会在那个地方加强清洁 直到它发现 这个侦测发现 这个灰尘量变少 清洁干净以后它才会离开 所以spot是算是一个更 更convenient的一个功能 e-clean配备抗菌力强的UV-C紫外光 医学证实可以杀死SARS和艾滋病毒 对于甲型流感H1N1 也有强大的抗菌效果 使用寿命可以达到6000个小时 UV抗菌灯不只可以去除 附着在地面上的细菌 更可以抵抗悬浮在空气中的细菌 等于是一面小地一面小毒 紫外光灯 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功能 因为其实现在 医学的数字已经证明 紫外光灯是可以防止 以及驱逐一些看不到的细菌 在这个地面上 其实地面上的有些东西 看得见的东西的脏 往往不是脏 这个方是看不见的脏 那紫外光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它照射 因为它一边走 它在过程当中 它一边走 这边有一个灯 一边走一边在地面上照射 那它照射那些菌 因为它的医学证明 它是会怕这种光的 也有可能被杀死 另外一个就是把它赶走 那其实某个角度来说 紫外光它在不断地走动的当中里面 它一边在清扫 一边在照射 不但一面清扫 一面杀菌 还可以顺便让家中满室生香 看过吸尘器上还有芳香专用盒吗 E-Clean第一代就在集尘器内设计了一个小洞 可以让消费者塞入芳香包 机器在运转时 香气就会从散发孔里出来 一举两得 第二代更简单了 存放精油的储存槽就在外面 滴几滴精油下去就行了 还可以随着心情变更味道 我们刚才就希望说利用一个芳香槽 把芳香机放进去 让它边清扫的利用空气的原理 然后刚好把芳香的地方往外释放 那当然其实我们就希望就给人 不只是扫地的一个感觉 室内的那整个空气都可以跟着变化 那对你对使用者来说就是一个更贴心 更一个对我们我讲就是科技 让人生活更轻松的想法 所以芳香机一直都是 应该怎么讲呢 原来我们想法是一个小小创意 没想到受到很大的欢迎 既然是机器人 一定要有自动工作的本领 E-Clean也不例外 它有一套智慧循环清洁模式 可以进行全自动清洁 即使没有人在家 只要事先设定好 它就能轻松帮你做家事 方便消费者或使用者 它在各种的状况下面 比方说所谓的设定就是说 我可以设定一周哦 然后每天的时间 它什么时候出去开始帮我们扫地 那也就是我在家也好 不在家也好 时间到它就自己去扫 然后每天它自己就回来充电 当然咯 扫完地还是要乖乖回去充电 下次才能再出来扫地 工作完或是快要没电时 E-Clean可以自动返回充电 使用者不必再另外操作 充电完成后就会自动停止 并且可以设定自动派遣清扫任务 轻松告别费力年代